大家好,今天很緊張,很開心,找到李軒老師教我琴 我現在就進去教我琴 進去 Hello,你好,李軒老師 Hello,我叫Taren,Taren你好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找你去教鋼琴 好,坐吧 好,好 那你有學過琴嗎? 我沒有,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學過任何音樂 那好,不如先介紹一下鋼琴 鋼琴需要分了兩種,有三角琴,也有直身琴 直身琴的尺寸會比較小 而三角琴就是平時演奏會看到的很大的鋼琴 聲音就會大很多,因為音箱大很多 而你看到有琴鍵,琴鍵主要分了黑鍵和白鍵 有52個白鍵,加上有36個黑鍵 還有,看到下面有三個腳踏 我主要會用右邊這個腳踏 對,或者簡單給你聽聽 我沒有踩腳踏 我放手就沒有聲音了 好,如果我彈了音,再踩住 我放手,音會延續 對,就是這個用途 另外,中間那個其實主要是私人用途 有時候我踩住,再聽聽聽聲音 這樣呢,就會矇了,小聲很多 其實有時候有時候在家裡彈琴 躺著家屋,就會踩住 其實就比較少用的 而左邊這個,踩住就會小聲一點 如果我不踩了,這個聲音呢 好,如果踩住了,就小聲了一點 原來是有這樣講究的 我平時都是見朋友只踩一個踩 但原來不知你倆見到他有這麼多的用途 沒錯 李軒老師,我想問,如果我這樣坐的話 對不對 嗯,其實我們坐琴椅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坐整張琴椅 我們大概坐三分一左右 對,用力方面就會好一點 坐的距離就不要太遠 亦都不要太近 令到手指可以很輕鬆 大概這個高度都可以 而鋼琴椅燈呢 如果把琴椅可以調高度 你也可以嘗試一下拎一下 可以試一下拎這邊 但我們要小心一點 不要坐在椅子上拎 這樣就會比較... 把琴椅就不會太短了 可以試一下拎一下 其中一邊是高,一邊是矮的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對 我們坐高了之後 其實不是看自己的腳坐得不舒服 是看坐直 我們先坐直 對 雙手放上去的時候 就看看手位 對 不要坐得太低 令雙手掘上來 那些力量其實是這樣去的 對 你現在這樣就差不多了 嗯 好,那怎樣為之坐在琴的中間 你猜一下 嗯 應該平時 就這樣坐就手就可以了 對嗎 嗯 其實呢 有個中間位是很容易看的 那就是 我剛才說了三個腳踏 我英文叫Peddle 那最中間的Peddle 其實就是最中間了 那你就可以 憑著最中間的Peddle 那時候呢 那隻腳會踏一踏 右手邊的Peddle 左腳踏一踏左手邊的Peddle 就算不用看得到感覺 哦 對,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嗯 你先 嗯 應該是正確的 嗯 沒錯 嗯 好,李軒老師 這一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想問下課會教什麼 嗯 那下課呢 不如我教一下你彈琴 雙手怎樣用力 怎樣一個好姿勢去彈琴 嗯 好啊 好期待下一課可以跟你學多些東西 好,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課再見 拜拜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想找李軒老師學彈琴 就電郵去這個網址 拜拜 白鍵